街坊邻居们 大家过年好 今天应该是双喜临门 今天还是我的生日 但是多少年了 都是我一个人过 我这都习惯了 跟大家伙介绍一下 这张照片 那两个小子 那是我两个儿子 做生意的 忙啊 成年论月都不回家 不怕街坊邻居们笑话 我要是不看着 这两个小子的照片 他俩猛一回来 我都不一定认识 那个是我老伴 走了五年了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两天天天晚上做梦 梦见他 看来我是想他了 家里来人了 请进 老头子 街坊邻居们 你们千万别害怕 我一定是在做梦 我这两天老是梦见他 估计他在那边感觉到了 过来看我来了 老伴啊 老头子 想我了吧 生日快乐 哎呦 老伴啊 这梦也太真了 老伴啊 我想你 我知道 所以我这不回来看你来了吗 你能不能满足我一个要求啊 今天你过生日 你说什么我都满足你 说 你打我一个嘴巴子 好 哎呀 我疼啊 这是真的呀 你谁呀 我是来为您服务的 热情地面对每一位客户 是我们公司每一位代理人最基本的行业准则 等会儿等会儿 不 对呀 还代理 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您儿子是不是叫猪大贵 对 大儿子猪大贵 小儿子猪小贵啊 我就是您大儿子猪大贵 花钱请来陪您过生日的 我儿子花钱请你来陪我过生日 哎呦 他是从哪儿把这位给请过来的呀 跟我老伴长得也太像了 我就是按着他的模样捣翅的呀 那大贵呢 你请坐吧 好嘞 哎呦 代理 你这公司都代理什么呀 客户有什么需求 我们就代理什么服务 哦哦 您比如说啊 出门开车我们有代价 您要买东西我们有代购 卖东西我们有代销 您要是代购了 我们还能把您带走 这可太方便了 我带走 我哪儿也不去 我还没代购呢 我的意思是带您去公园溜溜溜 等您心情好了再把您给带回来 吓我一跳啊 你今天这是跟我有什么服务啊 今天服务的内容呢一共有四项 第一项进门给您一个大大的拥抱 拥抱 这好办 来拥抱吧 进门已经报完了 第二项呢是手牵手陪您把话了 这项也完事了 第三项呢是陪您吹个蜡烛吃蛋糕 第四项是陪您舒舒服服的睡一觉 哎呀我说大妹子呀 我瞧着咱俩这岁数也差不多 违法乱计的事咱可不敢干啊 你啥意思呀 我犯什么法了呀 你看你刚才说那叫什么话呀 还舒舒服服的陪我睡 哎呀我都说不出口我都 哎呀妈呀大哥呀 你想哪儿去了呀 我说的陪睡呀 就是在您放困的时候 给您读读书念念报 让您美美的睡一觉 你这叫半睡陪伴的伴 半睡 行你说咋睡就咋睡啊 我这边挺忙的 陪你睡完了 后面还有撒老头子等着我呢 来吧 干什么呀你这大妹子呀 怎么了 你说这才什么点啊 你就让我睡觉 我也睡不着啊 我有办法 来来来 你先坐啊 等着 上哪儿去啊 录音机 大妹子让我听点清音乐 听听我就睡着了 来 大妹子 你确定我听这个能睡着吗 肯定能 把眼睛闭上 放轻松 我给你讲个故事 好 在一个乌漆抹黑的夜晚 与乱七八糟的下场 只听 滴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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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见没睡着了 哈哈哈哈 哎呀太有成就感了 有人在家吗 谁呀进来吧 妈妈 嗯 妈妈 生日快乐 摸摸哒 嗯 哎 就就就就就就就 你是不是见着老太太舅舅妈 逮着老太太就摸摸哒呀 啊 你就那么缺乏母爱吗 我缺乏什么母爱啊 阿姨 别别别别 不是 你过来看啊 我跟照片上 您儿子长得像不像 我没儿子 那我就是您孙子 奶奶 生日快乐 摸摸哒 嗯 不不不不不 我连儿子都没有 哪来的孙子呀 那要不我就是你姑爷 妈 摸摸哒吧 你是猪大贵 错 那你就是猪小贵 我 怎么您连您儿子都分不清了 我是按您儿子 猪小跪着摸摸哒吃的呀 您儿子对我们公司 有特殊要求 就让我们一进屋 就得给老人一个深情的吻 这样的 阿姨 别别别耽误时间了 赶紧地摸摸哒吧 快 不是不是 我不是这家的女主人 那你不是谁是啊 她是 那她不就是你吗 准确地说 我是A户 那谁是真品 她是 行 我摸摸打她去 她走了五年了 哎呦我的妈呀 她走五年 你这大贵年 你别吓唬我行吗 阿姨 我吓唬你干嘛呀 哎呦我的天哪 我是他们家大儿子 猪大贵 请来陪老头过生日的 是吗 嗯 我是他家二儿子 猪小贵 请来陪老人过生日的 同行 幸会幸会 爸爸去哪了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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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谁啊 爸爸 生日快乐 目目大 你还知道回来呀你 哎呦我的天哪 你个兔崽子你 啊 处事不利 小伙子 这老头他眼神不好 肯定把你当成他儿子了 有道理 我得解释啊 快回去 爸 你看我是谁 我还不认识你 你是谁呀我 你听我解释啊 你解释个屁呀你 哎呀 哎呀 小伙子还知道回来 哎呀妈呀 哎呀 来来坐下 能玩 这边这边 喂 喂 你 你是朱小贵吗 啊 你爸什么人呢 我这一镜屋 照个脸上 啪啪啪 就是三八的 把我下壳打掉了 你进来生意我不干了 什么 加钱 你加多少钱我也不干 你能加多少钱呢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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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数 这个数还行 爸呀 你小子还在这走 看在这个的份上 你还可以再打我三八的 但是 你放个面就行了 你往这边来三下 你看我也平衡平衡 行 哎呀爸呀 我错了 哎呦 哎 儿子 哎 疼吗 能不疼吗 我也疼 你手疼啊 我心疼 起来起来起来 哎呀 这天下的父母啊 都希望自己的儿女好啊 是 就像放风筝一样 这个放风筝的人啊 把风筝放得越高 他越高兴 是 其实每一个父母都知道 这风筝飞得越高 他们离着你 不就越远吗 儿子 哎 你工作是吗 没有时间来陪我 对 我没有要求过你啊 啊 你凭良心说 我打电话 叫你回来陪过我吗 没有 今天是我的生日 你今天这是干什么呀你 我怎么了 怎么了 你给我请了这么一个冒牌货 不是 大妹子 我没有冒犯你的意思 我就是冒牌货 你是从哪边把他给找来的呀 今天我的生日 你让他来陪我 你的这份孝心 到底是想让我高兴啊 还是难受啊 高兴 爸 我 去去去去 孩子 忙就忙你的去 爸爸这儿没事 身体好着呢 我就想让人 去去去去上班去 大妹子 你的服务挺好的 我今儿挺高兴 你下班吧 行 大哥呀 回头记得给我个好评 什么叫好评 五颗星 点个赞 点满了 这我会 好嘞 小伙子 收工吧 阿姨 您先回去吧 我再待一会儿 怎么了 刚才听完大爷说的那番话 我这心里挺不是滋味的 我也是从外地来这个城市打工的 我一想 我也有四年没回过家了 我有四年没见过我爸我妈了 今天大爷把我当儿子 我今天就得好好的给他把这生日过完 好孩子 我陪你 这有了个爸 不还得有个妈妈 谢谢 谢谢妈 您去请我爸 我点蜡烛 老头子 来 起来起来 你怎么还不下班啊 哎呀 这当刀还没吃呢 来 爸 你怎么还不上班去啊 我上什么班啊 来 蜡烛都给你点上了 爸 您把眼睛闭上 许下一个美好的生日愿望 还得许个愿啊 许个愿 行 我把眼睛闭上 喂 朱大贵啊 任务完成了啊 只是 阿姨想跟你多说几句啊 人这辈子呀 有很多事情都可以等 但孝敬自己爹妈这事 千万不能等啊 你会后悔的 喂 你是朱小贵吧 你都多长时间没回家了 你爸都把我认成你了 你干嘛呢 喝酒呢 快别喝了 赶紧回来吧 你这单生意我不干了 今天你爸这三巴掌算是把我打明白了 我觉得孝敬爸妈这件事 只能自己办 别人记不了 我得回家看我爸我妈去了 你自己看着办吧 爸 哎 愿望许完了吗 许完了 能说说吗 能说 来说说 我的愿望跟谁都能说 我呀 我就希望天下的儿女们 健康 快乐 一帆风顺 祝天下的老人们 长寿 吹腊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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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必的呢 将果真心 只有一个人